安息日后的第一天清早 天还未亮时 玛利亚马达勒勒来到坟墓前 看见墓门的大石已被移开 就立刻跑去见西门伯多禄和耶稣的爱徒 对他们说 他们从坟墓里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那里去了 白多禄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人一起跑 可是那个门徒跑得快 被白多禄先到坟墓那里 他患要往里面观看 看见脸部平放在那里 但没进去 西门伯多禄垂后赶道 尽了无悦 也看见脸部平放在那里 果头的头巾不是在脸部里 以示卷着放在另一边 这时那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来 他一看见就顺了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还不明白圣经上说 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意思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